好,再回到文章中 这个句子它说 When reports came into London Zoo 后面出现个 that 从句 That the wealth human had been spotted 45 miles south London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那么我先看这个 that 从句 一直到45 miles south London 都好结束 这个 that 从句是什么从句 你看我给大家两个选择 一个是定义从句 一个是同位于从句 这两句特别像 都可以用 that 来引导 那首先定义从句 大家可能更熟悉 同位于从句 咱们先说什么是同位于 所谓同位于 就是解释前面这个语法成分 具体内容是什么 一般都是解释前面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具体内容是什么 是同位于 如果这个同位于是个从句的话 就是同位于从句 但是它跟定义从句像 因为都可以用 that 来引导 咱们看看有什么区别 最后咱们判断 本文中究竟出现是哪种 就是同位于从句 和定义从句的区别 首先我们从定义来看 这个同位于从句 它是解释前面名词的 具体内容是什么的 而定义从句 仅仅起到一个后置定义的作用 一般翻译成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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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同位于从句 就是把前面名词展开 说它具体内容是什么 这是定义上区别 大家注意 从形式上也不一样 两种句子 尽管都可以用 that 引导 但这个 that 可不一样 你看同位于从句里面 这个 that 仅仅起到一个连接符号的作用 仅仅是个连词 它在同位于从句里面 是不充断任何语法成分的 但是大家注意 定义从句中的 that 它是个关系代词 在定义从句里面充当逐语 宾语 或标语 这个 that 它一定在定义从句里面充当 这样的某一个成分 就是逐语 宾语 或者标语 咱们看两个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白颜色的是句子主干结构 the proposal is unacceptable 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什么建议 that John should be dismissed 约翰应该被解雇 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大家注意到 这个黄颜色的是一个什么从句呢 约翰应该被解雇 这个建议 是不是解释前面建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约翰应该被解雇 就是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内容就是约翰应该被解雇 这是同位语 另外我们发现这个 that 如果把它去掉的话 你发现后面这个句子 John should be dismissed 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句子 不少任何语法成分 说明这个 that 仅仅是个连接符号的作用 那它不成为任何语法成分 这是标准的同位语从句 但是你再看 the proposal that John put forward is unacceptable 主句没变 还是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什么建议呢 注意后面是 the John put forward 约翰提出的这个建议 put forward是提出的意思 约翰提出的 这建议内容并不是约翰提出 是约翰提出的 它是修饰前面那个名词的 这么来看 是个定语从句 而你发现这个 that 是关系代词 它在定语从句里面 是充当后面那个 put forward 它的定语 为什么呢 因为约翰提出 后面是少定语的 put forward是一个极物动词 也就是说这个 that充当的是定语从句里面 发挥宾语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看到本文中 这个 that 从句是什么从句呢 这就很容易判断了 本文中这个 that 从句 应该是个同位于从句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这个 that 总句说 什么在伦敦以南45云里处 发现了一只美洲诗 这不正是做前面这个 reports 它解释的内容是什么吗 报告的内容就是它 这个就是报告的内容 是一回事 另外你发现 如果把这个连词 that 去掉之后 后面说 a wild pigment had been spotted 45 miles of Lennon 这是个完整的句子 说明这个 that 仅仅是个连接符号 种种迹象表明 这是个同位从句 因为我们对语法精通之后 阅读能迅速看懂 写作也不会犯错 但是大家发现 我们书上这个同位从句 跟屏幕上刚才这个同位从句 是不一样的 这个同位从句 紧跟在它与之同位的这个名词 紧跟在后面了 但本文中还隔了一个 came into Lennon's Zoo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外层的 win从句里面 它的这个主语report后面 位语动词相对比较短 就是came into Lennon's Zoo 但是做report同位从句的 这个内容从句相对 要长得多 所以本文中为了句式平衡 就把这个that从句 放到外层的win从句的句末去了 而先说came into Lennon's Zoo 在英语中 我们写一个长句子 一般来说有这么一个原则 就是咱们一般像照起体照一样 大个的一般站到后排 小个请你往前站 这样句式就平衡了 或者说一般的句子 都是孔雀形的 脑袋小而尾巴特别大 展开很大 所以为了句式的平衡 避免投入奖金 往往会牺牲正常的语序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讲词汇中 讲过独立宣言中 这个片段 你看这个句子跟本文中 就特别类似了 他说我们认为 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 哪些真理呢 一个同位从句 两个同位从句 三个同位从句 咱们看到都是做前面那个 this truth 这个词的一个同位语 但是他没有紧跟在 this truth后面 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 补足成分 叫做宾与补足语的 to be self-evident 你发现 如果把三个代同句 都紧跟在this truth后面 在句末再说 to be self-evident 这个句子立刻出现 明显的头重矫情了 所以这也是为了 句式平衡 而牺牲掉了正常的语序 跟本文中 这个有意趣同空之妙 这个在未来会看到更多的 更精彩的例句 好 我们再看这个同位从句里面的 这个细节 他说 一只野生的每周诗 had been spotted 被发现了 咱们词词中讲过 这个spot 是在某个地方看到或发现 可以替换了什么 咱们说很多词 had been seen had been found had been observed 咱们词词中讲过 用see 用find 用observe 都行 为什么讲它 因为写词中不能重复 咱们关键词汇 除非用排比句 否则的话 尽量不重复 你看本文中也出现这个题块 咱们仔细观察 比方说 在第六行 在第六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who have seen the puma 看到美洲诗的人 你看这看到 我用了see这个词了 还有在第十行 大家注意第十行 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the puma was often observed at one place 这个在一个地方被看到了 这个看到用的是observe 这个词 再比如说 第十二行 第十二行中介 注意啊 第十二行中介 puma fur was found cleaning the bushes 美洲式的皮帽 被发现 粘到了灌木葱上 这个看到发现 用的是动词find的 用词不重复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 同一葱里边来 后面说在哪里被发现了呢 45 miles of London 可能在伦敦以南 45英里处被发现了 这个在东西南北啊 这个方位啊 咱们介次是比较灵活的 一般来说呢 这么三个咱们都可以 in on 或者to都会出现 就在什么什么的南边 但大家注意意思是不一样的 如果用in 一般是表示在内部 在内部 什么叫在内部呢 咱们看一个例子 上海 is in the south of China 上海在中国的南方 但上海在中国内部 上海是永远是我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么当然是用in这词了 用on呢 表示在以南 在这个事物的外边 在它的以南 但是中间是相接壤的 所以用on 正如我们一个杯子 放在桌子上 there's a cup of water 一杯水 on the table 为什么on呢 因为在上面 是在外面 而且中间贴着的 我们看例子 Vietnam is on the south of China 越南在中国以南 但是越南和中国之间 有国境线相接壤 咱们跟越南还打过仗 所以这个时候用on是正确 在外边但相邻 那再远一些 在外边 而且中间有那段距离 这个时候我们叫to 比如说Indonesia is to the south of China 印度尼西亚在中国以南 中间还隔着海了 这个时候用to 大家看到on and in on和to 这个区别 我们应该比较清晰了 但问题就来了 本文中呢 前面没有加借词 那么就直接说 Sounds of Lennon 那本文中省掉的是 in的 on的 还是to的呢 省掉的是哪一个 省掉的应该是to的 为什么呢 伦敦以南 45英里之处 在伦敦外边 离着伦敦 有45英里 这么远 你说在里边的话 你这45英里 从哪开始去算嘛 以后就不用考虑了 为什么呢 大家记住 这个表示方位的 in的 on的 to的 只有to的 是可以省略的 前面那个in的 on的 是不能省的 这就好记忆了 这个我们 下面就一步到位吧 再说一个 比如说在西安以南 100公里处 在西安以南 100公里处 照毛话鼓呗 先说100公里 100km 西安以南 可能在西安外边 Sounds of Xi'an 就好了 在中间用个皮 是分隔开 不要动着弦 要动着西安 把它分开 就好了 这个结构放在这儿 有用 咱们一会儿有用 好了 到此为止 整个前面这个win 时间 装一重剧结束了 都号 剧末出现主剧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这个they 只在当时report 这个报告 这些报告并没有 受到重视 受到重视 用的是简单结构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重视某个东西 它的反义词叫轻视 they take something 和somebody lightly 叫轻视 百分钟 没有受到重视 也可以说成 受到了轻视 they were taken lightly 从效果 是类似的 是类似的 好 我们在整个分析一下 这个句话的句子结构 我们看到整个前面这个白颜色的win 开始一直到逗号结束 是一个时间装一重剧 时间装一重剧的主语是reports 这个报告 时间装一重剧的位语是came into London Zoo 这个报告传到了伦敦动员 然后后面画横线的这个net引导的句子 我们说了是做前面reports的同位一重剧 就是报告内容是什么 然后剧目的这个黄颜色的正体字 是我们说的句子主句了 他们并没有受到重视 他们指什么 这是看的非常清晰 当然是reports 这个报告没有受到重视 这个这么精彩的句子 我们看能不能把这句话复述一遍 尽量不看屏幕 咱们闭着眼啊 跟老师一块来 当有人报告到伦敦动员说 在伦敦以南四十五英里处 发现了一只美洲狮的时候 就是一只野生的美洲狮被发现了 这些报告没有受到重视 好 我们one two一起来 如果忘记可以扫眼屏幕 我们一起来 when主语 无灵主语reports came into London Zoo 下面写同一重剧 that a wild puma had been spotted 45 miles south of London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好 再来一遍 这回呢不带中断 咱们连起来啊 when reports came into London Zoo that a wild puma had been spotted 45 miles south of London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好记得 不白复述 咱们类似的造一个句子 造一个句子试试看 当消息传到了国家博物馆 说是在西安以南一百公里处啊 发现了一座古墓的时候 这个消息受到了重视 消息 咱们用news 传到了国家博物馆 还是came into就好了 国家博物馆叫the National Museum 西安以南一百公里处 咱们刚才用过了 然后呢 古墓叫ancient tomb 然后这个消息受到了重视 咱们试试看啊 当先说这个时间中一层 就when news 这个消息 到了国家博物馆 came into the National Museum 想不解释什么呢 这消息从未从聚嘛 that 然后一座古墓 我们说发现了一座古墓 但不知道是谁发现的 只好用被动 一座古墓被发现了 这个发现肯定在传到博物馆之前 得用过去完成实了 过去都过去嘛 that an ancient tomb had been found 你用spotted也行 都可以 在哪呢 西安以南一百公里处 咱们再飞一遍 100 kilometers south of sea 好了 完了之后 这个消息受到重视 注意不要用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news可数吗 不可数名词 只好用it it was taken seriously 精彩的句子立刻就出现了 为什么呢 咱们深入地做精读之后 写作就如鱼夺水了 好 这是陈述了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后面出现了一些情况的变化 使得大家重视了 他说 however 再回到这个课文中 however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experts from the zoo felt a plight to investigate for the descriptions given by people who claimed have seen the puma were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他说 然而随着证据慢慢积累起来 动物园的专家觉得不得不调查了 因为声称看到过美洲诗的人做出的描述 特别相似 这句话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词汇 在阅读真体中意的注意 就是这个 复色however 我们以后看到however 就好比在马路上看到红绿灯 看到一个灯一样 到路口可能会拐弯的 出现however出现语气的重大的一个转折 那么咱们后面不用看也能猜到 前面说没有受到重视 那下文中陈述情况一定是 出现了某个情况之后 使得大家重视这些报告 肯定是这样的 好 那么后面说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这个s呢 在本文中可以看作引导一个时间状益从具 这s做连词可以反正随着 随着这个证据 词后中讲过 evidence不可数名词 不能加s 随着证据开始慢慢accumulate 讲过了 开始积累起来越来越多 怎么样呢 动物园的专家觉得必须调查了 expert from the zoo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 我们在词词中讲过 feel obliged to do 表示感到必须做模式 尤其是因为他们的责任 他们的道义 他们的义务 eve obliged 它的形容词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义务 obligation 专家觉得我们不调查不合适的 这是我们的责任呢 看起来真是美洲式的 觉得必须去调查了 这个调查叫investigate 也是一个考试重点词汇 用的场合很多 比如说investigate the market 做市场调研 investigate the case 这个调查这个案件都行 甚至我们再看名词 美国有个组织叫FBI FBI is an abbreviation 是个缩写 which stands for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它代替的是联邦的这个局 什么局呢 调查局 叫investigation 我们把这词汇读一下 先读一下动词 investigate 注意字母V出现 上涯出下唇 老师说过 V V 下来面 investigate 下来读名词 investigation 叫调查 Federal叫联邦的 Bureau政府的布局处客 这联邦调查局 动物园的专家觉得必须去调查了 为什么呢 后面说了 因为人们声称看到过美洲市人们 做的描述特别像 这个dow号for是引导一个原因状益从具 大家注意 引导原因状益从具的联词是特别丰富的 这种从具在写作中用的也特别多 它联词有很多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有because 可以表示因为 还可以有像 since 因为什么什么 可以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as 它引导的从具很多 刚才见到时间中语 表示原因中语 当然也行 还有呢 就是本文中这个for 还有一个就是innet 都可以表示因为 这个语气呢 because这个语气是最强的 我们回答 别人用why提出的问题 一定得用because回答 它表示强烈的英国 why you're here 为什么你在这呢 because I'm teaching English here 我在这 教英语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只能用because 那since和s呢 语气就比它略微弱一些 略微弱一些 但是这三个词呢 这三个词它的位置灵活 都可以放在主句前 主句中 主句后都可以 它没有场合限制 出现在任何地方都行 但大家注意这个for还有innet 这两个联词呢 一般语气就更弱一些 是补充说明的 而且呢 一般呢 就没有资格放在主句前 它没有资格放在聚首了 因为它语气比较弱 一般都放在主句中 或主句后面 来补充说明一下 尤其是这个for 它不但要放在主句中 或主句后 而且一般前面有 逗号 跟主句分开 表示补充说明 注意逗号for 引起原因状怨从句 innet也是 一定不要把它放在聚首 因为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可以引导 原因状怨从句的联词 就now that 这个that有也行 没有也行 所以that咱们画括号 这个now that有什么特殊呢 它既可以引导 原因状怨从句翻译成因为 也可以引导 时间状怨从句翻译成现在 所以它既强到原因 又强到时间 因为它有这个特质 所以这个从句中 一定不能跟过去式 它一定是现在的事情 不是一般现在时 就是现在完成时 一定跟现在时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咱们看看新概念中 就出现这个词了 在42页的第7行 到第9行 第8课里面 42页的第7行 到第9行 出现了一句话 它说 now that the tunnel has been built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e path is less dangerous but each year the dogs are still sent out into the snow whenever a traveler is in difficulty 这个now的两个翻译方式 第一个翻译成 因为现在已经建成了一座 穿山的这个隧道 现在这大山口呢 已经不那么危险了 咱们也可以这么翻译 说现在一个穿越大山的隧道 已经建成了 所以这个大山口 pass 所以就不那么危险了 都行 你注意到 now that里面 实态用的是现在完成式 它一定指现在的式 所以比如说 因为它去年搬到伦敦 可能它可能现在还住在那儿 这个句子就不能用now that 因为它去年搬到那儿 得用过去试了 这个用now that就不可以了 而且这个now that 这个位置是灵活的 放在句首 句中句末都可以 就是放在主句前 主句中 主句后 这个从句位置是灵活的